嘿大家好我是MNNK 叫我A夢或E夢 今天這個11月聯盟戰三階段三王的初步刀 先來講物理的部分 三王的物理呢其實有幾個打法啦 主要就是兩個做法 第一個做法就是像畫面下面這樣子就是放黑棋 那只要放黑棋的話其實問題就不大 而且黑棋對三王來說也算是一個非常好的坦克 因為三王到三階段之後他的冰凍是6秒 所以你如果放黑棋以外的坦克基本上全程都是冰凍的 就是你的坦克根本就沒有辦法做其他的動作 他是永遠都是冰的 那為什麼黑棋會可以去在某些時候去做活動呢 原因是因為黑棋的盾 然後黑棋有一個大絕嘛 黑棋大絕的盾呢是這個吸收盾 那吸收盾呢跟無效盾 打在這個盾上面的時候呢是會沒有效果的 是會沒有效果的 所以說只要這個吸收盾還沒有被打破 黑棋就不會被冰凍 所以黑棋就是在這個冰凍跟冰凍中間的小間格呢 放出他的UB 然後他就可以撐著一陣子 就可以撐著一陣子 那這個撐著一陣子有什麼優勢呢 最大的優勢就是在於說 三王的物理防禦稍微有一點高 稍微有一點高 黑棋呢可以稍微去補一下這個破防的覆蓋率 然後來去提升整體的傷害量 這是我覺得說用黑棋最好的地方啊 就是他比較簡單一點 你不用特別的去精緻你的軸 然後就可以打出還不錯的傷害 基本上都是有機會打到三百萬 都有機會打到三百萬這樣子啦 那我就在畫面上面分享一些物理的陣容給大家 大概是這個樣子 基本上都是三百萬上下 測來測去都是三百萬上下 不管有沒有用並交都是一樣 那可可蘿的那一隊呢 可可蘿卡錢還是可以 還是可以 他還是會全自動卡錢 但是就會遇到我剛剛說的 就是三王的物理防禦稍微有一點高 所以你用可可蘿的陣容的話 你需要去精緻你的手動軸 精緻你的手動軸 把手動軸做好一點 才會有辦法打出比較漂亮的傷害 這是物理隊的部分 好 那再來就是這個法隊的部分喔 畫面上面這個法隊可以看到我用布丁喔 那我用布丁的原因呢 其實剛剛應該可以聽出一些端倪喔 就是 黑旗以外的坦克 基本上都不太能行動 就是連普攻都看不太出來這種程度 從頭到尾就都是 都是兵的 就是都是兵的 可是他這個兔兵呢 首先他是物理攻擊 他是物理攻擊 所以布丁的迴避率比較高的關係 所以布丁有的時候可以偷幾下普攻 還不錯 就是偷幾下普攻的傷害 稍微小之間一點點 幾千也好嘛 對不對 好那這是第一個點 那第二個點在於說 布丁是 扛物理來說算非常的強勢嘛 所以呢 這個物理攻擊一直打下來 布丁基本上也不太會倒 他基本上也不太會倒 那我有試過用江戶空花 那江戶空花的話就是 四星是 他在20幾秒的時候就倒了 20幾秒的時候就倒了 然後就倒骨牌 後面就倒光 所以 四星的江戶空花是完全沒有搞頭的 在這個三網你如果要用江戶空花的話 這邊是要用五星的 要用五星的 那五星的江戶空花還是會倒 大概會在九秒左右的時候倒 可是就有一個比較特殊的打法是說 我就是要讓坦克倒 讓坦克倒之後呢 那王就會去再打到後面其他的人 再打到後面其他的人 然後到後面其他人看能不能多開一發 這個樣子 也是有一個這樣子的玩法 可是我測起來傷害其實都差不多 就是300多啦 其實這個法刀打起來我測起來都是 300 大概310到330左右的傷害 那當然 你進化如果有爆擊更多的話 就傷害就會再往上加 這樣 不過基本上都會有 300萬 打起來都會有300萬的傷害 那大概就是這個樣子啦 總之三網呢 這邊就是 陣容就介紹給大家 法刀的傷害還是 稍微舒服一點 稍微漂亮一點點的 那這個月的法刀 就是很微妙的 都湊不出兩刀 就是如果你要湊兩刀法刀的話你勢必就要 有一隻將就將就的角色 例如用七七香啊 或是說 用其他的角色將就一下 沒有辦法出兩刀很完美的法刀 所以呢 可能還是先以考慮物理二刀為主啦 這樣子 那這邊就跟大家簡單的介紹一下 這個月三網要怎麼打 那到這邊 謝謝各位